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纵酒高歌指点江山的豪迈意气 让人沉醉更让人痴迷 不过诗词虽美毕竟时过境迁 掌握一套正确的阅读诗词 鉴上诗词的方法 是我们学习语文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只有真正的读懂 读透这些精华之具 才能感受诗词带给我们穿越时空的那份情感 体会到作者生命的温度 那么王松周老师今天将会给我们分享 哪些阅读诗词的妙招呢 我们平常所说的书读百遍 奇异自现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杭州师范大学王松周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爱上语文第三集 读诗中的后语报 经常有孩子会问我 说读书 读诗 特别是读中国古典诗词 到底有没有方法 到底应该怎么来读呢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清朝有一个大诗人 叫纳兰姓德 他写过一首词 长相思 山一成 水一成 身向余观 纳盼行 夜深千丈更 风一更 雪一更 锅碎香心 梦不成 不远 无此生 这首长相思 词牌不算 一共才36个字 文字上总体是比较浅显的 比较难认的身子只有一个锅 锅碎香心的锅 这个锅就是嘈杂的意思 其实这个锅的造字特别有意思 您看 左边是一个耳朵的耳 右边是一个舌头的舌 你看这个舌头老是贴着耳边 唧唧呱呱唧唧呱呱的 能不烦躁吗 挺有意思 那么要说南词就是比较生僻的词语 其实也只有一个 就是渝观 其实渝观一解释 大家都知道渝观就是山海观 所以从文字上来看 其实这首词好像很简单 很浅显 那么请问 这样一首词 我们应该怎么读 我的建议是 分三步走 第一步 先把长相思这首词读厚 第二步 再把长相思这首词读薄 最后把长相思这首词读活 我的看法是这样 读厚是基础 读薄是关键 而读活才是最终的目的 我们先来说一说读厚吧 我们怎么才能把长相思这首词读厚呢 因为它只有三十六个字 假如您只是这么机械的 反复的读这首词 哪怕读上一万遍 您可能都读不后 有人说不对啊 老师不是教我们吗 书读百遍 起义自现 其实我们讲书读百遍 这个百遍 首先不是数量上的要求 其实是一种层次上的要求 更是一种质量上的要求 这个层次上的要求 其实就是我刚才讲的 第一个层次 你得把它读后 读后不仅是数量上的 更是质量上的一种变化 那有人问 怎么才能把长相思这首词给读后呢 我的建议是 有很多人读过长相思呀 读了以后 他们有自己的感悟和体会呀 参考参考 比如我们来看这一篇 他这样读 山一城水一城 一种寒而不露的循环巨式 形成形形复形形的远离动作 动作的方向是余观 与顾元遥遥相对 随着形成的越来越远 造成空间上的巨大张力 产生对顾元的依恋渴望 夜深千丈灯 夜色深沉千丈灯燃 然而这不是熟悉的顾元的场景 所以在这个晚上 怎么能够不惹起 作者强烈的思归之情呢 您发现没有 我们读他对上片的理解 就会发现 他的解读的思维策略 比较独特 他用的是什么策略呢 用的是对比的思维策略 比如拿余观跟顾元进行对比 形成空间上的一种张力 再比如拿顾元的夜晚 跟征途之上的夜晚进行对比 形成一种情感上的张力 你就会觉得 对比的思维策略 是一种很好的解读策略 那么然后你就会有期待 什么期待呢 那么他的下篇会不会继续使用对比的策略去解读呢 我们来看一看 他接着这样写 风一根雪一根 锅碎香星梦不成 作者多么希望能在梦中返回顾元 但是帐外风雪交加的呼啸声使他难移入睡 这小小的愿望也无法实现 辗转转反侧的他能不埋怨着孤儿的风雪声吗 顾元无此声 那么顾元到底有怎样的声音呢 是母亲的叮嘱 是妻子的浅笑低语 还是留给我们很多丰富的想象的可能和空间 您读了他对相片的解读以后 你就会发现 原来他使用的策略没变 他使用的还是对比的思维策略 当然他这里重点比的是什么呢 是征途之上的风雪声跟顾元的无此声进行对比 风雪声是实实在在的 而无此声是需要通过想象的 那么这个对比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物理的声音的对比 更关键也是更重要的 其实是一种饱含了相情 饱含了爱情 饱含了亲情的声音的对比 所以你发现没有 你一读人家的 你就会发现 长相思被你慢慢地读后了 当然光读一篇是不够的 所以你还得数量上有一个要求 我们再来看一篇 这是另外一个人对长相思的解读 此以山一成水一成六字 蝶运发端 是此调的正体 而全用口语组织 与人自然奔放之感 为下文夜深千丈灯 五字脱开地步 此五字粗看亦寻常 细未知 则朴素当中兼有气象万千 为他人雷千百字所刻画不到 所以王国为人间词画 对此深至推奖 明月照姬雪 大江流日夜 中天悬明月 长河落日圆 此种境界可谓千古壮观 求之于此 为那来荣若赛上之作 如长相思之夜深千丈灯 如梦令之万丈穷辱人罪 心影摇摇欲坠 拆尽之 体位圣史 也足见纳兰此句的地位 我读到他这一段的解读 境界是总体的着眼 而明句是局部的着手 整首词的意境是什么 自然奔放气势开阔 这首词当中有明句吗 有 那就是夜深千丈灯 他抓住这个明句 结合整个意境来解读 这种读法很古典 也很经典 你这样进一步地读 这首词是不是被你读得 越来越厚了呢 纳兰幸德这首 仅仅三十六个字的长相思 竟然被不断读出 丰富的内涵 有人读出了 余观跟顾源 在空间情感上的映衬 也读出了这首词 内在的雅韵 气质 甚至还有对诗人 设身处地的联想 体味 在众人的理解中 长相思所包含的内容 真的在慢慢地变厚 变广 而我们也从其他人 自身的感悟中 体味着一些 不同以往的情感 不过 在我们参考 前人解读诗词的过程中 有时遇到矛盾 对立的观点 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我们来看这一篇 这是另外一位作者 对长相思的解读 山一层 水一层 仿佛是轻人送了我 一层又一层 身向余观 那盼行 使使命再生 行色匆匆 夜顺千丈灯 则是大队人马 夜晚速营 众多帐篷的灯光 在夜幕的反衬之下 所独有的壮观景象 山一层 水一层 寄托的是 轻人送行的 一一西别情 身向余观 那盼行 激荡的是 万里富荣基 观山杜若飞的 萧萧豪迈情 而夜深千丈灯 催生的则是 大漠孤烟 直长河 落日圆的 烈烈壮怀情 这情感的三极跳 既反映出 慈人对故乡的 深深意恋 也反映出 他渴望建功立业的 雄心壮志 您发现没有 他的这个解读 跟前面两位的解读 显然不一样 甚至出现了矛盾 虽然他的解读 不是平面的 它是立体的 它是层层递进的 用他的话来说 那就是情感三极跳 第一集 亲人的一一西别情 第二集 真途的潇潇豪迈情 第三集 所谓英雄的烈烈壮怀情 所以总体来看 他觉得这首词 抒发的感情 是积极的 是正面的 是阳光的 那么我们来看看 他对下篇的解读 他这样说 山一层水一层 与风一更雪一棍 两相应照 又暗示出 此人对风雨 兼程人生路的 深深体验 欲使路途遥远 风雪交加 就欲需要亲人的 关爱之情 加以鼓舞 因为 他是搏击人生风浪的 力量源泉 有了他 为了他 就不怕千难万险 就一定会迎来 团聚的那一天 从夜深千丈灯的 壮美意境 到故原无此生的 委婉心地 既是此人 亲身生活经历的 生动再现 也是他 善于从生活当中 发现美 并以此来创造高超的 艺术智慧的 自然流露 你看 解读的基调是一样的 依然是正面的 依然是积极的 依然是阳光的 他把亲情看作是 搏击人生风雨的 力量源泉 还是向上的 所以这样的解读 你会觉得他很现代 很励志 为什么 不同的读者 对常相思的 情感和意境的解读 会有如此大的反差呢 我就觉得 这必须去很好地了解 纳兰信德这个人 我就找来各种 跟纳兰有关的史籍 传记 笔记 甚至有人专门研究 他的这个论文 一读 我就有很多发现 我发现纳兰这个人 很有意思 第一 我发现纳兰原来是个天才 纳兰出生 名门贵族 他的父亲 纳兰明珠 那很厉害 是康熙朝的大学士 太子太夫 在那朝 他的权势 他的政绩 那是非常显刻的 纳兰就是明珠的长子 他出生以后 就很聪明 简直就是个神童 读书是过梦不忘 经典诗文是张口就来 我又发现 原来纳兰竟然是个学霸 为什么这么说呢 纳兰是22岁那年 考中的晋士 晋士是有排名的 他的排名是二甲第七名 这是个什么概念 大家知道 晋士是通过殿士 产生的 一般的情况下 皇帝就是主考官 那么他按照成绩的高低 分成三等 一甲 二甲 三甲 一甲 直取前三名 第一名 状元 第二名 榜眼 第三名 探花 然后就是二甲 那么纳兰考的是二甲 第七名 所以总体的排名 他是第几名呢 第十名啊 那不是学霸又是什么 成绩非常好 他考中晋士 没过多久 就升任康熙皇帝的一等侍卫 跟康熙皇帝啊 是南巡北寿 游历四方 深得皇帝的喜欢 我再读 还发现 原来纳兰姓德 竟然是一个专家 他主词编撰过一套书 叫通智堂经纪 这套书非常厉害 涉及儒学的方方面面 更了不起的是 他在编这套书的过程当中 把各种收集起来的 其他的资料 又编了另外一部书 叫陆水亭杂志 一共是四卷 里面的内容非常广博 涉及到数学的 建筑的 艺术的 儒学的 各种奇闻异式的 内容非常广博 我再读 还发现 原来纳兰竟然是一个大咖 为什么这么说 就他年纪轻轻出名了 二十四岁那年 他把自己写的词 编印成册 一开始叫册茂吉 后来改名叫迎水词 最后 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纳兰词 才二十四岁就出书了 而且这个书一出来以后 马上成为畅销书 可以说是家家争唱 好评如潮啊 读着读着 我最后还发现 纳兰信德竟然还是个情种啊 他的妻子姓卢 卢氏 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 非常恩爱 可以说是举案其美啊 相敬如宾 但是没有想到 好景不长 他的妻子卢氏 三年之后 去世了 这个对纳兰的打击 非常之大 以至他在后来的词创作当中 不断地会回忆 会提及 会书写 他跟妻子那一段 美好的生活经历 他非常重情 而纳兰这个人呢 活得也不长 三十一岁那一年 他跟好友在家中一聚 一饮一醉 然后一病不起 刻染尝试 才三十一岁 天度英才啊 所以当你了解了 纳兰这个人之后 你就觉得 他的生平 充满着传奇的色彩 所以你看看 这样一个人 生平充满着传奇的色彩 这样一个人 写词 写文字 写作品 会有怎样的生命特征呢 于是我就很好奇 我就带着这样的期待 继续去读纳兰的作品 读纳兰词 一首诗词能够成为 快智人口流传千古的佳作 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他使用的一些 读到的字眼 准确地点出了诗人当下的心境 也引发了所有读者的共鸣 读到这些字词 我们能够感知作者的用心 与他情感的温度 《锅碎香心梦不成》 故缘无此生 诗句中的碎 香心 故缘 精确妥贴地蕴含着 作者绵绵的思乡之仇 也饱含着 作者与长相思的独特姻缘 那么 这些关键字眼到底能够引发读者怎样的思考呢 当我读纳兰词的时候 长相思被我读得越来越厚了 比如 我读到纳兰有一首词 叫《河传》 它是这样写的 我记得纳兰在《长相思》当中写过 故缘无此生 那么故缘到底有着怎样的画面呢 我们读完了它的《河传》这首词以后 就有关它故缘的一个非常生动 非常鲜活的画面呈现出来 在它的记忆当中 故缘的画面是什么 垂柳丝 花枝满庭蝴蝶 长相思被你进一步读活了 我们再进去看看纳兰别的词 纳兰在《长相思》当中说 风一根雪一根 锅碎香心梦不成 它本来想做梦啊 在梦中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和故园 但是梦没有做成 那么我们设想一下 假如那天晚上 它睡着了 它做梦了 那它最有可能梦到的画面和场景 会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这首词 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 非常感人的画面 这个画面就是第一折之花样画裸裙 啥意思啊 这个画面就是 他和妻子一起啊 在妻子裸裙上面用中国画的画法 画上山水啊 画上花鸟啊 然后第二天 看上自己的妻子穿上这样的裸裙 荣光炼焰身姿伊尼啊 这才是他想梦得故远的那个画面 你发现没有 这样读 长相思是不是被你读得更厚了 他还写过一首词 叫《如梦令》 归梦隔廊河 又被河身搅碎 还睡 还睡 解到醒来无味 在纳兰的长相思当中 出现过一个穗子 锅穗香心梦不成 我当时读的时候 对这个穗特别敏感 而现在当我读到《如梦令》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穗子第二次出现 又被河身搅碎 于是我就在想 在纳兰词当中 还有没有出现别的穗呢 结果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在纳兰的三百多首词作当中 这个穗子前前后后 竟然一共出现了十六次 那我就在想 纳兰词当中出现的这些穗 难道仅仅是偶然为之吗 这就引发了我新的思考 我们再来看一首 纳兰写的《菩萨满》 问经何事清离别 一年能济团圆月 余 esperar 两次肯定 温梁词 我就在想 他在《常乡诗》当中写道 山一城 水一城 身象鱼官 纳盼刑 夜身千丈等 那么在山一层水一层的行军过程当中 纳兰会不会不断地在耳边问自己啊 问君何事清离别 一年能计团圆月啊 这一问 问出了多少的无奈 问出了多少的惆怅 所以读着读着你就会发现 当你了解了纳兰这个人 当你又读了纳兰的这首词 你就越来越坚信 纳兰的生命的特征 纳兰的情感的止去 正像他自己写的另外一首词当中所讲的 原来他是这样一个人 怎样的人 冷处偏家 别有庚雅 不是人间富贵花 你只有明白了 他的人生基调原来是这样的 他的性格特质原来是这样的 那么你才有可能更好地进入到他的长相思当中去 其实啊 要把长相思读后 还可以有别的维度 你甚至可以离开纳兰 前面我们讲的都是跟纳兰有关的 我们甚至可以离开纳兰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您知道 长相思 他写的就是一种相仇和相情 所以顾原相心 是这首词当中两个最核心的意象 我们要把这首词读后啊 其实还可以继续顺着这两个关键的意象来拓展 比如说 纳兰不是写了顾原了吗 那么我们可以去想一想 别的诗人又是怎样写顾原的呢 比如 在孟娇的笔下 慈母手中献就是他的顾原 在李商颖的笔下 共俭西窗竹就是他的顾原 在星期级的笔下 罪习小而无赖 膝头握拨帘旁就是他的顾原 你看 每个人心中顾原的柔软的记忆和美好的画面 都是不同的 我们还可以再换一个维度 为什么会想到顾原 毫无疑问是因为我们的诗人和词人 有一颗香心啊 思念故乡的那颗心是非常的迫切 非常的急切 又是非常的真切呀 那么我们来看看 不同的诗人又是怎样来描写他们的香心的呢 杜甫的 鹿从金叶白月是故乡名 那就是他的香心 李白的 思归若逢水 无日不悠悠 那就是他的香心 日暮相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 那不就是崔浩的香心吗 所以不同的诗人 不同的词人 拥有一颗同样的心 这颗心就是对故乡 对故原的依依留恋的心 所以这首词反复地读 读到这里 你就会发现 这里的香心不仅是纳兰的 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 这里的香心不仅是古代的 其实也是现代的 这里的香心不仅仅属于某一个人的 而是属于我们整个民族的 集体无意识 这就是文化 在王松周老师看来 想要把诗词读后 就需要我们对作者的人生 做细致入微的感悟 也需要我们对众多读者的观点 去理解戏品 这也是我们可以跨越时间 与作者全权之心相互贯通的基本方法 诗词的字里行间 在我们充分的感知 琢磨之下变得越来越丰富 如果说把诗词读后 是我们品读诗词的基础 那么读诗词的关键一步是什么呢 在这个关键步骤中 真正挑战我们阅读的难点 在哪里呢 纳兰这首词体现出的情绪 到底是留恋还是忧伤 通过老师所讲解的 读诗后语薄的观点 我们该如何去揣摩 诗剧中的情感呢 请继续收看 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朱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爱上语文第三集 读诗中的后语薄 当然 我们说读后是基础 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你得把它读薄 有人说 长相思这首词 加在一起共36个字 太短了还用读薄吗 其实读薄跟数量的多少 跟篇幅的长短 真没有太大的关系 读薄 关键的关键 在于你能够聚焦和锁定 这首词最核心 最有价值的信息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这首词的词牌是长相思 当然它的词名也可以说是长相思 因为它是一致的 长相思三个字 你可以把它读薄啊 读成一个字 哪个字 思 没有思念 没有对故乡的思念 哪来的长相啊 所以思是最核心的信息和价值 有思才会有相互的思念 有思才会有绵长的思念 这才有了长相思啊 那么同样的道理 这首词 我们怎么才能够把它读薄呢 我自己当时在读的时候啊 上片 我最后把它读成一个字 哪个字 身 身体的身 身躯的身 下片 我最后也把它读成一个字 哪个字 心 心愿的心 心情的心 所以整一首词 最后读成两个字 一个是身 一个是心 不幸 你看看 上片其实都是在写生啊 山一成 水一成 那是身在行径的诡计啊 身向余观 那判行 那不还是身在行径吗 夜深千丈灯 好像身安顿下来了 休息了 其实不然 因为 安顿之后 休息之后 还有心一成的山 心一成的水 等待他去行径啊 所以上片 读再写一个身 那么下片呢 下片不就在写他的心吗 你听 风一更 雪一更 大家知道 风雪交加 那是回家的时候啊 风雪夜归人啊 但是他回得去吗 他回不去啊 回不去咋办呢 想回去那就做梦啊 但是梦都没有做成啊 锅碎香心梦不成 梦都没有做成咋办呢 故远无此生 那就只好想象咯 只好回忆咯 所以下片 从头到尾都在写作者 新的行动 新的诡计 写他的期盼 写他的思念 那不都是心吗 而且 当你把身和心 连在一起的时候 你还会发现一个 更有趣的现象 你会发现一种张力 第一 你会发现 生里固远 越来越远 而心系固远 越来越紧 第二 你会发现 生的行径 可以停顿 而新的思念 无法停止 你还会发现 生的轨迹 不断变化 而新的指向 始终不变 所以你就会发现 纳兰 在这首词当中 他所表现的生和心 永远处在一个悖论 他的生和心是分离的 甚至是分裂的 那么生心的分离 生心的分裂 你会又进一步 想到这首词当中的 另外一个字 哪个字 锅碎香心 梦不成当中的那个碎 所以我刚才说 纳兰的词 一共写到十六个碎 这首词当中 就出现了一个碎 这个碎是偶然为之吗 不是的 我们联系纳兰的生平 联系它短暂 而富有传奇的一生 你就会发现 其实纳兰一生 就活在身心分离 身心分裂的 吊诡和悖论当中 所以到这个时候 当你把这首词 读薄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原来读一首词 竟然可以读懂一个人 原来纳兰的这一首词 竟然成为他一生的 某一种寓言和称语 纳兰活得很短 才三十一岁 因为他的身心 永远处在分离和分裂当中 正所谓 一词一词一世间 一字一人生 当然了 读薄 还不是最终的目的 最终的目的是要读活 就是你得把自己放进去 什么叫把自己放进去 我记得何永康教授 在回忆一代词学宗师 唐规章先生上课的时候 他有过这样一段 很精彩的回忆 他说 只见他老人家端坐在黑板前 一遍又一遍地将名篇诵读 对潇潇沐浴撒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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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阳顿挫的迎诵声 把我们渐渐地静静地 带入到美妙的诗境 然后 他又回忆 当时唐先生上课的场景 唐先生说 刘勇啊 他想啊 想啊 想啊 想什么呢 唐老未做一字解释 只让我们全班同学 由着性子自己去想象 去补充 我说 唐规章先生 把这首词读活了 首先 他把自己放进去 仿佛他自己就是刘勇啊 他感受着刘勇的感受 他体验着刘勇的体验 他不管把自己放进去了 他同时还把学生给带进去了 这才是把这首词给读活了 我记得我自己带着 当时五年级的学生 读这首词的时候 也是这么做的 我深情地送读着长相思 然后请学生闭上眼睛 展开想象 读着读着 我问学生 孩子们 你的眼前仿佛出现了 怎样的画面 学生是非常善于想象的 一个孩子说 我看见 风雪交加 崇山峻岭 又一个说 我看见 纳兰怎么也睡不着觉 走出了军营的帐篷 他迎着风雪 向着山顶走去 你看 我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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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我看见 我看见就是把自己放进去了 其实啊 读活 就是当你面对这种 跟你生命没有关的知识的时候 你能够对他做一番清静的体验 使你自己也融入到这首词的意义经当中去 只有这样读这首词才是活的 而要活出来 那不是一时一世的事 而是一辈子的功夫和修养 所以 各位 光阴仍然 日月如梭 您随着中国古典诗词一起长大 在您长大的过程当中 当您踏上了自己人生的山一尘水一尘的时候 您是不是还会想到 故缘无此生呢 当您听了自己人生的风一根 雪一根的时候 您是不是还会想到 故缘无此生呢 往后余生 您能不能把长相思的一往情深 活出来呢 观众朋友 今天的这一讲 我们就到这里